第三千三百四十七集 娃婆没好气地说 你追我作甚 前辈为何伤人呢 娃婆冷横道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她当中诋毁我家十恩人叶少阳 正好被老身见了 教训她一下而已 好 就照你这么说 也不至于把她伤成那样吧 嗯 娃婆挑起了眉毛看着她说 若真想伤她 刚才她已经死了 张宇在一旁插嘴道 你这个逻辑可真感人呢 纵然她有错在先 你这惩罚也太过头了吧 更不要说 我们还都在呢 你们在 怎么了 周庆轩说 我们是工会中心出来行动的 这么多大佬都在 你却当着我们的面 要搞偷袭 当真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娃婆尖声笑了起来 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们面子了 她端详着周庆轩说 你是天老岭的人 周庆轩一争 你认得我 别给自己贴金 我可没见过你 不过你跟你爹长得可那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手里拿着的是天老主长 你爹没告诉你 行走江湖遇到大无间家族要躲着走吗 问问你爹那条腿是怎么废的 周庆轩暴怒道 是你 不是我 但是你就算算在我头上也没问题 好啊 周庆轩当下跳了出去 手中的主长朝着娃婆脑门打了出去 秋风赶紧让她回来 一旁袁熙打断她说 让她试试 正好我们也看看这老太婆的路数 这么多人还怕得不成 秋风朝附近的黑暗中看了看说 就怕不是她一个人 苏湘欲劝说秋风赶紧休战 免得造成更大的误会 神都快死了 还是误会吗 袁熙鹤之道 大声命令说 所有人就地边走 四人一族 一致对外 地方偷袭 对了 把三四莲花灯都挂起来 小心他们用骨 这两队人不乏法术界的精英 彼此要着默契的配合 听到命令之后 立刻招呼附近的人 开始编组结阵 点燃了三色莲花灯 挂起了附近一棵树的枝头上 又在四方各处 点起了一根红烛 放在每一组人对面的不远处 这红烛是用蝉锐和蜂巢 精血等十几种法药 在一起特制而成的 点的是阴火 与人间的风而不动 而一旦数十米范围之内 有邪气流动 火苗会转向那个方向 说白了 就是起到市井的作用 黑巫术纵然无声无息 但仍然能被这种阴火 逐检测到 我阿婆手里也是跟拐长 与周庆轩的主掌 缠斗在一起 但他毕竟年纪大了 速度和体力上步入周庆轩 且战且退 周庆轩毕竟是地线出界的强者 生怕他这是阴谋 于是暗中地方着 果然两人正打着呢 突然脑后一阵的嗡嗡声 好像有苍蝇在飞 周庆轩口中念周 袖子里散到灵符飞住 大兴了脑后 头也不灰地继续压制着吴阿婆 只听轰的一声 身后脖子的位置爆起了火花 一个看上去密封大小的火舞被烧着了 扑腾着翅膀落在了地上 不错呀 阿婆偷袭不成口中笑道 周庆轩一手用主掌压着他 一手不断地放出灵符 所有的灵符在空中集体成了碎片 如同滑瓣一样 在法力的驱使下 形成了一道十分狂暴的风暴 看上去就像是一场狂风 从花丛中吹过 卷起了无数滑瓣的样子 场面看上去十分的壮观 甚至有一些唯美 万花悬浮 你听到飞 这是你家传绝学 用在我一个老太婆身上 可真是给脸了呀 吴阿婆也将一只拐杖 捂得水泻不通 仿佛花海一般的无死角进攻 如果你们是他对手 怎么办 苏妍突然开口问道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曹伟博说 那就放手啊 等他机会反击 不过前提是 要能防得住啊 陈友斌反驳道 攻手不是办法 他这一招凶狠的狠 其实一旦被压住 可能就要被一只打压着了 得迎面反击 一进为退 才能争到一次剩计 你说的轻巧 正面反攻 可是一轮扛不过 就趴下了 两人争论了起来 叶小木注意听着 他们俩其实说的都没错 防守反击和正面迎击都可以 也是常规做法 但是叶小木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注意到苏妍在等着自己回答 叶小木摇摇头说 让我再想想 陈小旭突然说 他这一招虽然看着生亡 但是破绽很大 而且中途不能变招 一旦被人抓住破绽 就必须无疑了 破绽在哪 曹伟波说 我怎么看不出来 陈小旭开始讲解了起来 众人听了之后 再看战场 一个个面面相去 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破绽所在 砰了一声 直接一声脆响 本来用力防守的挖破猛然转身 怪让哼插进了万花之中 从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击打在了周庆轩的拐杖上 飞起了五六米高 周庆轩打惊失色了 但是下一秒钟 吴阿婆手中的拐杖一横击打在了他肚子上 一道绿色光朝着四周绽放 周庆轩闷哼了一声 倒地不起 不甘而又难以置信的目光朝着吴阿婆望了过去 吴阿婆传了两口霜 好久没有这么硬瞧硬骂的跟人打了 年轻人你也别不服 我要是用巫术赢你 三下子就可以 与你扎了这半天 算是给你爹面子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